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安卡和星辈大好 那麼神魔與數碼寶貝的合作 終於來到最後一週了 開放大家最期待的合體進化 沒錯!鋼鐵加魯魯跟戰鬥暴龍獸 終於可以合體進化成奧米加獸了 那這次奧米加獸的強度 我個人覺得做的真的還不錯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相關的技能 好 那首先鋼鐵加魯魯跟戰鬥暴龍獸 他們要放在相鄰的位置 就可以進行合體了 那在合體的當下呢 就可以觸發四個技能 第一個可以複加削果消除 第二個可以還原版面 第三個可以將整版變成神族強化珠 最後一個是可以兩回合的擋死 所以這個技能我真的覺得還蠻神的 好 那在合體之後呢 他可以拿來當隊長 他的隊長技能單邊是最高45倍 那整隊只能帶被選召的孩子系列 以及獸還有龍的成員 那要如何到達單邊最大的倍率呢 第一個你要消種族珠 第二個你要消水珠 第三個你要消兩種以上的符石 其實條件都蠻好達成的 尤其是種族珠 等一下隊伍技能會直接提供給你種族珠 所以其實這個當單邊隊長 我個人真的覺得還蠻強的 而且牛棚也真的很大 他可以帶獸跟龍都可以入這隊的牛棚 那再來是單邊有生命力及回復力2.2倍 必然轉租時間增加5秒 所以這隊轉租時間到生命力 我覺得都是非常及格的 並且消火珠還可以直接給你增加6連擊 所以這隊長住的高康盾也不是問題 所以我覺得單邊奧米加獸是真的做的蠻有誠意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隊伍技能 隊伍技能的話 他一樣可以觸發這個龍科能力 這個龍科能力之前大家應該都知道了 我們就不多多介紹了 主要我們來看更多的隊伍技能 首先奧米加獸作為自身隊長 並且副隊長可以搭被選到的孩子系列 這樣就可以觸發所有的隊伍技能了 好那第一個是水火光兼具其他符石效果 那這隊主要的攻擊助手就是這三種 那再來獸龍兼具神族符石效果 神族符石兼具獸龍種族符石效果 這還蠻特別的 之前沒有這種種族符石互兼效果的 那這個實戰起來應該會是兩倍以上的實際增傷 那並且將移動時碰觸到的符石變成神族珠 如果說你是龍對子行的話 則會變成龍族珠 獸對子行就變成獸族珠 所以這隊版面應該都會是神、獸、龍 這三種種族珠 碰觸連環光勞可以無視 無視固定連擊無視燃燒 哇它基本上這個真的還蠻強的 這個無視的盾牌也都有了 那並且碰觸到水、光、火都可以直接回生命令 那這邊也可以直接撸滿血 所以這隊回血條件我覺得也是做得非常的棒 進場回合結束 如果將最左方直行變成光神強化 除非最右方直行變成 該成員屬性的種族強化 所以雙隊長直行是固定的一個版面喔 那這個隊伍技能我個人覺得看起來就真的 足以讓這個奧米加獸 作為很好的單邊隊長喔 那並且這次被選中的孩子 還有三維1.5倍的機子加成 奧米加獸作為其他隊的成員 就可以讓奧米加獸自身以50%的水屬性攻擊追打一次 並且對魔族以外的成員造成兩倍的傷害 魔族以外的... 如果說魔族的話就會額外三倍喔 所以不管敵方是什麼種族都可以吃到額外的增傷 它合體的三維本身就比較高 它有這個追打又加上這個增傷 很恐怖 這個算是合體的最高傷害吧 所以以後當隊員的價值 我個人覺得也是真的蠻高的喔 好 那尤其是它主動技能 都有做這種借王犬 還有抗奮狀態 所以我覺得之後這張卡片即使不當隊長 當隊員的價值我個人認為也是相當的高 好 那它是光神族 我們來看一下雙技能 第一個技能CD7 總共帶四個效果 在一回合內可以讓被選中的孩子成員 無視 強化突破 指定行中盾 指定連擊法映 那拼圖盾這個減盾能力就已經相當的OP了 並且可以直接對敵方造成1.5億的光屬性直傷 如果說你用這個直傷擊斃敵人 就可以讓他CD-6 下回合又可以再開主動技能 那如果沒有把敵人用直傷打爆的話也沒關係 它自身就會進入三回合的亢奮狀態 那這個抗分狀態大約是兩倍以上的增傷喔 所以你也可以單純就把它拿來當增傷或解盾去用 也是相當的好用 那麼二技能呢 則是有更多的解盾能力 像是它可以解封爆 可以直接 如果你隊長是被選中的孩子 還可以直接提升龍脈的能量 移除所有的符石 那並且奧米加獸直行 掉落固定數量位置的光星強化神竹珠 其他被選中的還直行掉落該成員的屬性 中武珠強化珠 所以這個是固定版面喔 不過這兩個能力呢 都得要你是隊長 是選中的孩子才可以觸發的 所以你放進其他隊 就沒有這個解隊的能力囉 反之 移除最左方直行 這個 符石掉落光強化珠 移除最右方掉落該成員屬性種族珠 如果你放進其他隊 就只有這個移除雙隊長直行 的這個能力 兩回合內 自身攻擊一三倍 如果自身為看翻狀態 就變成自身五倍了 所以雙技能可以直接搭配使用 五倍然後再這樣看翻狀態 看翻狀態大概是兩倍增傷 所以其實雙技能開下去 至少是自身十倍喔 自身十倍再搭配上這個增傷 所以其實自身可以到二三十倍的一個實際輸出 所以這個界王拳我個人覺得是蠻噁心的 而且他還帶有一堆解隊能力 所以我個人覺得這個合體是做壞啦 無論是當隊長或當隊員的價值 我個人都給到蠻高的評價喔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最後一周還有這個夢魘集的關卡喔 那當然奧米加獸要打的是誰? 沒錯就是這個 他這邊叫做超惡魔獸啦 好 那這個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相關技能 首先隊長技能是可以讓魔族入隊的喔 魔族攻擊可以十倍 生命力回復力額外兩倍 那超惡魔獸他自身 是可以有額外攻擊力五倍的加成 生命力額外兩倍 首批消除一粒五顆的暗珠以上 就可以增加五連擊了喔 那這個我覺得算是蠻好玩的 娛樂性質的魔族隊長啦 好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隊伍技能 他作為雙隊長就可以讓魔族直接進場CD-10 並且按進去其他扶持效果 進場回合結束引爆超惡魔獸直行變 掉落暗強化珠 那需要暗珠的話 超惡魔獸個人追打火屬性攻擊力兩次 那這隊主要的攻擊珠應該就是暗珠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主動技能 主動技能CD-8帶四個效果 第一個可以引爆所有反面 掉落五鼠強化符石各六粒 可以直接解五鼠強化盾 超惡魔獸自身可以增加兩回合抗憤狀態 這兩倍增傷 一盒內迴避敵人首次攻擊 移動掉落的首三十粒 並定為暗強化珠 所以他這個解盾能力我覺得還算可以 解那種數字盾 應該說累積暗珠盾 不是數字盾 累積暗珠盾 還蠻好用的 所以這張我會覺得大家可以刷一張起來還不錯 好 那再來是最後一周的活動啦 那這就是救濟吸血魔獸 那在星期一的時候會登場喔 那我個人覺得這張也絕對可以刷 他主動技能真的蠻好用的 模組CD-7帶四個效果 第一個 兩回合內 可以讓每一個模組 直接增加一回合抗憤狀態 你知道 一直發動技能 那再來是回復力歸零 那這個可以解回復顛倒盾 自身攻擊敵方可以讓敵方有個裂毒盾 裂毒狀態 那這個裂毒跟中毒是不一樣的喔 分別有不一樣的盾牌 所以裂毒我個人覺得也是蠻值得 入手的這個解盾功能卡 如果敵方中裂毒的目標是機械族的話 就會讓他無法控制兩回合 為什麼敵方還要是機械族 這個第四個這個能力就不要看啦 沒什麼用 好 所以這個依照前三個能力呢 我就覺得值得刷這張卡片喔 好 那這大概是最後一周的一個相關情報啦 我個人覺得最後一周是真的蠻精彩的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都歡迎在最後部影片底下留下你的看法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 如果大家想要看更多關心的影片 別忘了開啟來的訂閱我 以及關閉小鈴鐺 下次有新的美酒精神 我是阿卡 我們這次下部影片見 謝謝大家掰掰 拜拜